香里相亲 真实相亲 欢迎收看本期的香里相亲 从节目开播到现在 我们听过了不少大哥大姐们 真实的情感经历 婚姻故事 也经历了很多中老年人 真实的相亲现场 我们跟他们一起有过感动 有过欢笑 有过泪水 也更加理解了再婚的不容易 丧我的人群需要时间来自我治愈 抑制痛苦的思念 离异的人呢 则需要时间来打开心门 重拾感情的信心 再次选择婚姻 他们最大的困难呢 就是跟过去说再见 就像今天来咱们这乡亲的王大哥 他在报名乡亲的时候呢 可谓是自信满满 积极主动 微信 电话两边呢一起报名 就想让我们红娘呢 快点安排乡亲 但是呢 见面之后 事情却出乎了红娘的意料 王大哥呀 话里话外 都给我们一种感觉 那就是呢 他并没有从过去的情感当中 走出来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了 够了 我不能再不能到了 再到一下不去吧 王叔 王叔 挺忙的 还行 你好 你好 咱下来 飞哥搬家王红飞 嗯 飞哥搬家公司 嗯 把车锁好了 镶嵌主角王红飞 58岁 长春世人 个体 月收入12000元 李懿名下有80平米和55平米住房各一套 你像这个车啊 175 275 275 375 276 286 376 这不六台车吗 嗯 规模六台车 最小规模了 就完之后就是 嗯 那个他就闲起来了 闲起之后就是逐渐逐渐的 我跟我儿子俩干活了 嗯 儿子也不正经学 就是怎么也不学 儿子现在跟你一起干 跟我一台车 嗯 他学上到什么时候 上到初中毕业就不念了 嗯 就跪见就不念了 完之后 这段时间那个我前妻不就闲起来了 闲起之后就是 嗯 他谁的话都信 就不信我的话 嗯 嗯 这里头其中吧 就不能说 嗯 我们上次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嗯 离过一次婚之后呢 嗯 他被骗了 嗯 说是被骗了 我也不想追究了 因为我那个复婚的时候吧 我就跟他说了 嗯 嗯 我不打算跟他复婚 那时候我父母活着 第一 父母的原因 嗯 因为父母说话在我心目当中 是非常有分量 第二 孩子 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不想叫孩子受委屈 因为尤其是一个单身家庭 一个 如果是一个单身 单身家庭的孩子 面临孩子上学呀 完了之后 你还面 上学 如果他学一学业不好 讲了一切都 这不都 一切都不好 嗯 所以说最后我还是决定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嗯 二十万你损失就损失了 也无所谓 损失点 我还能挣 嗯 嗯 但是这个家没了 嗯 我还能成交 但孩子永远没马上 是不是 所以说给他一个机会 咱今天的相亲主角 王洪飞大哥离异了两次 都是和同一个人 算起来俩第二次离婚到现在还不到一年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王大哥说他之所以着急找 就是不想再和前妻有纠葛了 你看 嗯 这不就到家了 到家了 嗯 咱家是在这块六楼 对 嗯 楼上也是你的吗 楼上现在不是了 嗯 楼上我已经卖了 行好嘞 六楼 六零一 嗯 光荣之家 到这个这个牌 是服役三年 嗯 完了之后后期天管 养了鱼 这个鱼原季黄老师没有的 嗯 我也没时间养鱼 后期这什么情况呢 我爱人 嗯 现在他说话得叫我千夕 他说啥 他说那个 我在那个市场 花二十块钱买了八条小鱼 他养着养着就养死了 后来 我给你们搬家 完之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能把鱼养好 他就给了我十条鱼 嗯 完之后我就是 把它就收拾收拾 这个这个都是活的 这个是 是一个其他的地上 一个 一个盆景 叫我拆下来的 我听说你养鸽子啥的 在哪儿养的 鸽子在楼上呢 行 我们往楼上去 可以 楼上也是咱的 楼上有些是现在不是的 现在不是是啥意思 卖的 那为啥鸽子还养 养在这儿了 这是我的鸽子 这是我的鸽子带的地上 看看吧 各种鸽子 来 您先走 走 鸽子都出去飞去玩 溜着玩去 鸽子 咱可以自己走 看这是啥 鸽子 鸽子蛋 这个是新下的鸽子 完之后呢 以前那个 那个就是老鸽子 它就不怕瘾了 养鸽子多少年了 养鸽子不养几年 养4年 养鸽子是咋好事呢 我前期说鸽子好吃 我说鸽子好吃 完之后就上那个 前面有个邻居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那个 你鸽卖不卖 他说我不打算卖 我说你卖过几只鸽子 那个我还已经想吃 四只鸽子起家 一百来只了 那就是听你说 我觉得你对你前期挺好的 就他想吃鸽子 你就养了 这么多鸽子 嗯 就是我宗旨就说啥呢 不管是妻子也好 朋友也好 工人也好 首先你对他好 走进王洪飞的家 到处都是他与前妻的回忆 鱼是前妻要养的 养鸽子是因为前妻想吃 方方面面都让人不禁感叹 他为前妻做了这么多 真的能放下过去吗 叔我就想问您 就是因为您对前妻也挺好的 然后包括你们俩之前还复合过一次 对 那你们就是还有在复合的可能性吗 没有 嗯 嗯 而孩子和前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也非常不好 嗯 就是孩子从来 他就是整个从2020年到现在就没管他妈叫过妈 嗯 就那个女人 嗯 所以说 什么造成他这样抵触他妈妈呢 这个事就只有他们俩能说清楚 哦 这是我儿子 儿子没告诉你 我也不想问 我也不想问 嗯 就是家里矛盾已经这么激化了 对对对对 但儿子现在跟你一起 对 儿子对我呢是言挺疾从 嗯 嗯 我听狗一直在叫 咱俩要不再上楼 再往楼上看看 行不 可以走吧 嗯 走 哎呦 你家狗还挺凶的 这狗吧 讲多点了 这狗吧 是那年 嗯 去上我那个 我同事 我朋友家 完之后 那个这小狗就跟我过来了 嗯 跟我过来之后 我是没打算要这狗 后来 跟我过来 这就是有缘的 然后我就养活了 养活之后呢 那时候那个 放到七楼 后来逐渐把哥拿上边来 完之后 它也大了 完之后 就弄得去啥呢 看哥子 一旦晚上有贼的话 我原先 这个龙子是啥呢 这个龙子是养是野鸡 嗯 后来那个 嗯 那个 不养养野生动物嘛 往后就给它放生了 嗯 嗯 放生之后 这龙子空了挺长时间 嗯 完了 养的是乌鸡 嗯 后来乌鸡 那个 我爸那时候有病啊 非常瘦 嗯 我就盯上那儿玩 把乌鸡都扫了 完之给我爸吃的 根据王洪飞的叙述 又让人觉得 俩人不太可能再在一起 第二次离异 前妻钱财被骗 对王洪飞父母不孝顺 跟儿子关系也比较僵 所以现在的王洪飞 只想找一个性格温柔 必须孝顺 长得和眼缘 同时能接纳他外貌不足的另一半 为啥一直戴帽子 这不是绝顶聪明吗 始终就这样 嗯 准确的说就是 那个不 那个作息不 不 那个不规律 那就是哪年开始钓呢 到35岁的时候就这样 嗯 好奇也 其实我也没 彼此之间有演员 嗯 他能接受我的徒典 他能接受我的徒典 你好 姐 你好你好 你好 又见了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嗯 相亲对象 常开志 57岁 长春世人 个体 月收入2800元 离异 由于男孩已经结婚 名下有90平米住房一套 孩子今年 孩子 是要结婚了吗 孩子今年六月份办喜事 啊 我也就没有什么负担了 嗯 孩子现在是在深圳是不是 对 在深圳 嗯 就因为咱俩上次见面的时候 你说要找个暖男 就是说谁暖男吧 就是有个男的吧 你看在家吧 嗯 说话听在家吧 就是 嗯 五瓦三江的 出门就挺老实的 有一个人在外边挺强势 但是回到家里吧 就特别弯一点皮都没有 嗯 嗯 我喜欢这一类的人 嗯 比较喜欢这一类的 也是因为之前婚姻给你造成 给我造成很大的阴影 嗯 所以我找吧 不想再吵了 不想 对 打不起了 这个年龄了 是不是啊 而且都原生都过半了 还有几年好日子 嗯 是不是啊 所以想找一个 嗯 嗯 最起码 嗯 能 能多理解我 多包容我一点 这样 最好 嗯 行 那咱俩一会上叔叔家看看 他兴趣爱好特别多 然后现在 但我很喜欢 我爱好也很多 嗯 我挺好动的 看你俩 爱好能不能合一块去 那看一下 常开智离婚近十年 因为前夫出轨 和俩人性格不合 他并没有选择坚持那段婚姻 独自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后 他身上的担子也终于放下了 如今还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母亲 需要照顾 他是个孝顺的人 也经常带着母亲出去旅游 因为多年一个人坚强生活 他就想找到一位可以懂得他的暖男 没啥大脾气 性子温和的另一半 而王红飞对前妻的温柔体贴 让咱红娘觉得 他应该算是个暖男 那么常开智会喜欢王红飞 这样类型的暖男吗 好 女生 好 女生 你还想换个人 换节吧 不用换 嗯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卧室 这个是卧室的 完之后呢 这个灯可以大开 他喜欢养鱼的哈 这养鱼是准确的说是什么地方 我原先没时间养鱼 后来我前妻 他说在家带什么样式 养鱼 后来这些鱼缸子 就那个鱼缸子 是我花儿去给他买的 这些鱼缸子都是搬家的时候 别人不要了 你说 那你前妻是 离异的 离异的啊 多久了离异 第一次离婚是六年前 那你还有第二次离婚 对 那你是我复合了 复合啊 又离的 第一次离婚嘛 是啥情况呢 那个 我当时我就跟他过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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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够之后 我说你 你提出条件 我满足你 咱俩离开就行了 哦 完之后那个 他随时所有条件 我都同意了 什么原因离婚了 嗯 嗯 他的优点就说啥呢 专门听别人话 别人说啥 他就信 是啊 那你们夫妻也得有二三十年了 真正经大事 是啊 你看我 八年结婚 就是 那你这么深 那个这么多年的夫妻 还不相信你 还相信外人话 冰农三尺 非一日之寒 要说起来 别说他这点东西 三年三夜都说不完 用啥复婚你知道吗 嗯 我父母 说话 是非常有分量的 就是说 嗯 我也全婚一下离婚 他离婚的时候 那个 我儿子十二岁 嗯 嗯 后来我也琢磨了 说错一次 就给他一次机会 嗯 完之后我就跟他 接回来 嗯 结婚之后呢 嗯 好了能有两年嘛 那你分手之后 多长时间结婚了 二十天 二十天 嗯 二十天 嗯 二十天 往父母 我爸对说不行 这样的话 那个你找是没问题的 但是孩子不行 嗯 往父母 我说这个事我迟到 嗯 往父母就跟他结婚了 结婚了 这不就 过来 过了六年嘛 嗯 就是 六年又不行了 六年 就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哎呀 一见面 听说王洪飞离婚又复婚 常开智多少有些惊讶 等到看见王洪飞家里 还养着前妻的鱼 常开智甚至有些不理解了 他强压着心里的疑惑做了下来 想好好听听这个男人的故事 身体素质非常好 三品用源 四代八百一千五 三品 肩球手烂标签 哦 哎 那你现在还做什么 体育运动什么呢 现在做体育运动就非常简单了 因为那个 太极拳 五星八发拳 哦 完之后 那个就是 嗯 后边有个小花园嘛 哦 我等着做做那个 嗯 运动什么 运动什么的 完了回来 回来 晚上睡觉之前 倒立 倒立 倒立大约是一百二个数 哦 挺厉害 这一点的倒立 一般不是谁都能做到 嗯 是 你做了几年了这个工作 工作是公司 就是你这个中 就是 半家公司 零七年 嗯 零七年应该玩的几回 我爸也想找个就是啥呢 性格好一点的 嗯 性格别急的别暴躁那怎么 就是 就是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流行一个 就找个暖男嘛 你说暖男呢 我是一个什么样 什么样式的男人 嗯 在外边 嗯 那个可以独当一面 要打可以打 比如说 我是台军大高手 教练 而且当过兵 特组兵 那你就送这老 现在要说 比如说 两个打一个 我一个打他俩 肯定是错错有余 嗯 嗯 要说暖男呢 我回到家上暖男 你比如说媳妇 我喜欢愿意吃啥呢 我前妻再说 我前妻愿意吃啥呢 愿意吃火爆残忍 嗯 嗯 我还得给他做火爆残忍 他愿意吃轻忍 他会下虫 嗯 嗯 说 你刚才说自己 就挺大的 给我们姐展示一下 我给你做一个动作 好吗 好可以 就是说 嗯 因为这个 动手吧 是短平坏 嗯 但是做一个非常简单 别人做不了 动作你就知道了 嗯 你看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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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看 这有啥说的 这个就说比臂力非常功用 你这手 嗯 外景租也没问题 这手臂没有劲的话 我只能做 是不是 是不是 手臂没劲 你肯定去撑不住 其实王洪飞的择偶标准很简单 他想找个不嫌弃自己突发 脾气好温柔的女人 更重要的是 别像前妻那样总质疑自己 要对自己完全信任 可是常开智每一次听到王洪飞提起前妻 他都觉得这男人对前妻没往干净 咋听咋觉得他还是怀念过去 那么王洪飞是不是真是这样呢 那你再婚想找什么样子 那你再婚想找什么样子 再婚一个就是 第一 他得想成我 第二呢 得有共同语言 第三呢 我现在的挑战呢 正能说是太好 我还有个孩子 我还有个老妈 这个老妈呢 今年也80多了 基础病太多了 虽然在静老院 虽然在静老院 但我也得负责 然后先把这孩子 先给他抚养成人 叫他死成父业 我去年都有一场病了 父亲走了 完成后 我也挺委屈的吧 就是父亲走呢 和我这个离婚 也有很大关系 嗯 我前妻就 就租我 说你看你 把那么大公司 年少了 好几十万的公司 你都适了 为了照片给你妈 反手你说 你得到啥呢 我说没事 就是说 你都不管是得到啥呢 孝顺老人就是得了 没有父母的今天 没有父母的付出 就没有咱们的今天 王洪飞是个极其孝顺的人 为了照顾父亲 他缩小了自己 搬家公司的规模 而且第一次离婚 也是因为父亲的劝阻 而选择复婚 但现在父亲去世了 家人的牵绊也少了很多 所以他更加肯定 自己这次不会再妥协复婚了 但是常开智却并不相信 他认为 两个人不能这么容易就断干净 那你离婚之后 他不得分 他分走了 这是我婚后的财产 两套房 两台车 都是你自己 自己个人名相 还有个少量情况 其实你这么好 男人的媳妇怎么会离开你 有点不急 那说一下 他最大的有点就是 他喜欢听天秘 我不会 而且这个男人我告诉 我可以明确告诉 我还认识 他上我们家来过 这个男人嘛 就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啊 十多年以后 哎呀 这是我一个远方表哥 我就叫我哥 完了之后呢 那个 这个医生 他这个哥哥说 是怎么怎么医生 我怎么给你看病 怎么能好 完了之后 后期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别跟他 来了 完了他就不干 不干 我说你那么等 我说你那个 你把他家实际情况 跟他说一下 我说房子 总款 车 还有那个圆灵华原的车户 你告诉他 全是我给你了 你看到他怎么情况 嗯 完之后 他说哥呀 那个 这个王菲可不是人了 他对我不公平了 房子 车 还有那个车户 存款 都是我的名 完之后 那对方就说 为啥 免提吗 为啥 他说 那个我太单纯 完之后 那对方说 你啥没有啊 他说我明天啥没有 他说我明天啥没有 当然电话不要 嗯 完之后 嗯 这次回来之后 我把试包给他交上了 试包给他交上了 试包给他交上了 我告诉他 我说那个 嗯 大量的房子给你了 嗯 还有 还有那个 五年的房子 十万块钱 归你了 完之后 那个 七楼卖的房子 嗯 那个 你拿三十 我拿二十 嗯 嗯 你退休金来年就退了 你退休金也不能少了 我给你交的都是最高的 嗯 也得超过两千 嗯 我说你 这是你老爷们对你最后的负责了 你要是再 再把这步骤 你就是 唯一的生活就是靠这个退休金了 嗯 退休金以后 你你怎么骗他也骗不去 嗯 嗯 我看他妈妈也还能回来 他前期我有点介意 我感觉他俩好像好像还在最后还能走到一起 有这个感觉 嗯 因为你看他俩也不打也不吵 是不是 可以说他也挺宠的媳妇 挺宠的媳妇应该说 他慢慢以后有回心转移 没什么就找他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觉得他应该有个过渡时期 他现在又太短 不适合再早 应该 就是说应该在 嗯 他现在是两 不到两年是吧 一年多 他在过过两三年 是不是再大了 我不过他喜欢还得回头 离了就彻底就离了吧 嗯 就说明缘分已经禁了 嗯 感谢他陪我走完这么多年 嗯 我不能走 陪他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步 去完事 远禁 听完王洪飞的解释 常开智并没有完全放下心中的顾虑 但他也觉得王洪飞是个好男人 只是这个好男人 如果和自己在一起了 会像对他的前妻那样对自己好吗 如果他不忌讳我这个头发和我这个属下 我愿意跟姐夫人处一处 但是你要忌讳 这把人心里头一旦有个隔阂 你怎么努力都没有人 再说我是一个什么样式男人 他要求是你暖男 我在这个温度之下 我是暖男 一旦把我这个暖抱给我扒了一下 那我就 我就凶悍无比了 约性迷路了 这姐姐对我有啥想想看上去 就是我这个不是钢铁针 我这个不是温暖 她也看上去 嗯 姐姐你说吧 嗯 想吧 嗯 嗯 我觉得心里头也挺好的 人也不错 那就出一段 我觉得那个 感作感到的 嗯 感作感为 感觉不行了就不行 嗯 再看一看吧 行行行行 再看一看 行 所以说咱们互相吧 就是说 找到自己对的那个 对对对对 嗯 完之后呢 嗯 希望自己 早上能找到幸福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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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自己 两人最后没成 其实呢 在王大哥和长大姐 刚见面 开始唠嗑的时候呢 我就有预感 两人70%不能成 咱能看得出来 这王大哥呢 是一个宠妻顾家的好男人 孝顺 能赚钱 甚至离婚之后啊 还给前妻提供了生活保障 但是呢 有句话说的好 感情啊 是自私的 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 那他肯定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你 王大哥相信是一直在说 自己和前妻的事 那长大姐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啊 也让人觉得呢 王大哥呢 他没有真正的走出过去 所以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哥说 既然选择走出下一步 咱们真的呀 多向前看 过去是经历 不可抹去 但未来是生活 值得期待 但是之前 如果您通过观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对王大哥还有长大姐有好感的话呢 欢迎您来电 我们给您安排 联系方式呢 就在屏幕上方了 您记好了 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就这样吧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她是一个养生达人 都有感情 咱们下期再见 都有孩子 一段被改变的人生 一个藏着深情的男人 多年之后 他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再咋后老招了 我对我前老招是这样 我还是对他咋样 养生背后另有眼情 乡里乡亲 下期播出 他是一个养生达人 在养生达人 在养生上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我的计划 多了必活 活到128岁 吃都得会吃 就一年四季男人吃什么 一年吃什么 在什么年代上吃什么 他如此痴迷的背后 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伤心往事 一段被改变的人生 一个藏着深情的男人 多年之后 他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再咋后老招 我对我前老招是这样 我还是对他咋样 养生背后另有眼情 乡里乡亲 下期播出